天上掉下一个女孩儿,没想到是个超级炸弹 今天给大家带来奇幻故事,有一天天上掉下了炸弹 考试成绩出来了,小葱考得十分糟糕,连C都拿不到 他十分绝望地扔掉成绩单跑到天台透气 女友来天台安慰他千万不能灰心 随后女友回了教室,小葱躺在天台放空自我 这时天上掉下来一坨东西 他仔细一看竟然是一个少女 于是赶紧站起来接住少女,结果俩人摔成了一团 男主发现这个少女竟然和中学同学姚湘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少女说自己叫帕鲁卡 并且告诉小葱他不是人而是一个炸弹 为了让小葱相信,他还将嵌在胸前的时间表拿给小葱看 每次他一感到心动,时间就会往前走 指针直到12点的时候他将瞬间爆炸 然后毁掉整个东京 为了加速爆炸,他立马牵着小葱的手去约会 坐过山车,吃雪糕,排大头贴 他们做了一切情侣会做的事 帕鲁卡还将他们俩的大头贴贴在小葱的手机壳上 小葱一度怀疑帕鲁卡就是姚湘 他想起中学的时候,有一次他遇见肚子疼的姚湘 在他的帮助下,姚湘吃下了药 姚湘带他来到自己的秘密基地 姚湘说自己经常幻想有颗炸弹突然坠落 炸掉城市,只留下蓝天白云 小葱觉得他的想法很另类 却不明白他饱受病痛的折磨 姚湘暗示小葱吻自己 但是小葱害羞地回避了 之后俩人分到了不同的班级 于是渐行渐远 高中毕业后就再也没见过面 就在小葱想着帕鲁卡到底是不是姚湘的时候 帕鲁卡因为太热流出汗 汗水滴在地上炸开了 小葱这才相信帕鲁卡真的是炸弹 原来他的汗水全是硝酸甘油 现在的帕鲁卡就像个活炸弹一样 小葱问他就不能在没人的地方爆炸吗 比如去太平洋的中心什么的 帕鲁卡说没有人就不会心动了 不心动就无法爆炸 作为一个炸弹不爆炸那就没有意义了 说完又要拉上小葱约会 对此小葱表示 想死你自己去死好了 干嘛拉上我 帕鲁卡听完伤心地流下眼泪 眼泪掉在地上瞬间将小葱炸飞了 之后帕鲁卡就难过地跑开 从地上爬起来的小葱突然发现 帕鲁卡知道自己的名字 他意识到了什么 于是跑到遥乡以前带他去过的秘密基地 果然在那里找到了帕鲁卡 帕鲁卡问他活着很累吧 看不见未来很不安 遇见了未来又会绝望 既然如此不如毁掉这一切吧 随后他仰头等待小葱的亲吻 小葱在他的说服下缓缓低下了头 但是在指针即将指向十二的那一刻 时间却怎么也无法往前了 帕鲁卡遇见了小葱的未来 他意识到小葱已经爱上了别人 于是难过地退出了 他流下的眼泪将自己炸成一缕青烟 就是同一时间 远在家乡的姚乡因心脏病去世了 小葱接到消息回去祭奠姚乡 姚乡的母亲拿给他一块表 说是姚乡交代送给他的 小葱带着那块表回到东京 继续和女友一起为学业和未来奋斗 而经历这件事之后 他也终于明白 就算因为不知道未来而感到不安 自己也会为未来而努力 再去向未来的路上遇上一点点小曲折 又算得了什么呢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